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 今天是2019年12月2日 新的12月份又到了 也就是2019年的最后一个月 我们继续显看赴美生子 今天这期节目想做一个辟谣贴 实际上是第二弹的辟谣贴 主要就想说一说 针对赴美生子当中的一些 显而易见的谣言和大家广为传颂的谣言 那我们就先开始了 第一个就是关于赴美生子关门这个事情的 就是在网上广为传播的 2019年12月29日开始落地 就说在美国出生的孩子 他不再具有美国的公民 要求他的父母至少有一方有身份 这个也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谣言 在当时这个消息刚刚出来之前 罗宾大叔就辟谣过了 这个实际是针对美国公民 在海外生子他的一个新的要求 本来美国公民在海外生子 他就自动拥有美国的国籍了 但是现在这个新规一出 就是说美国公民 他在海外生子还要经过一个父母一方 就是美国公民方他的一个申请 然后才能为自己的孩子 申请到美国的国籍 仅此而已 那后来在10月29日 当天还是第二天 就是这个消息又疯传了 就是说纷纷传出谣言 说在10月29日 是因为川普出了一个行政令 导致呢这个落地国籍就被取消了 那没有自动的落地国籍了 那这个赴美生子呢也就结束了 在当天好像这个消息是非常的热 我也接到了大概超过100位的听众小伙伴 发来的消息啊 私信来问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真的 然后在微博上 朋友圈上也有很多都在里面幸灾乐祸 说赴美生子这个行业完蛋了 让你们去生 这下拿不到美国的国籍了吧 那在这里呢再郑重地辟谣一下 这个呢完全是子虚无有的 现在从10月29号算起已经一个多月了 那在此期间也有非常多的赴美生子的家庭 已经在美国生下了孩子 那也顺利地拿到了美国的出生纸 出生纸大家都知道 就是美国国籍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证明 你有这张出生纸 无论你的其他的证件是不是丢失或者蔑失 比如说像美国护照啊 社安号啊或者其他这些证件 你全丢了也没关系 只要你这个出生纸还在 你就可以把这些证件全部补办出来 那这个出生纸呢也都顺利地办出来了 所以说赴美生子关门 赴美生子停止 赴美生子的落地国籍被终止 这些消息呢是彻彻底底的谣言 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塞班免签入境这个事情啊 也是前段时间传得沸沸扬扬 就是由这个一个公众号啊 也是一个大号叫北马里亚纳观光局 发出来的 他就是说呢根据CBP最新的一个要求 那从塞班申请免签入境的中国公民啊 他要有一些额外的要求 比如说不能有美国的一个拒签记录 然后呢免签停留的时间 从最长45天缩短到最长的14天 这个消息也是传得沸沸扬扬 甚至有很多这个比较有公信力的公号 也都转载了 那罗毕纳书当时也信以为真啊 因为当时里面的这些条款也好 里面的这些说法也好 似乎和CBP的这个说法行文方式非常的相似 看上去很象征的 但是实际上呢 经过这段时间以后的核查啊 也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 罗宾大叔反复的核查 反复的去CBP官网去寻找这个原文 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条款 关于塞班导免签入境的条款更新出来 但实际上呢 确实没有 塞班导免签入境的条款和以前是一模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 即使你有免签的拒签经历 你也是可以申请免签入境塞班导的 那换句话来说呢 去塞班导不塞班生子还是可以成型的 但是呢 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啊 根据我前面说的一些信息 以及大家书记到这些信息 确实免签入境塞班导 但门槛确实是增高了 那也就是说 你如果有美签的拒签经历 你如果以前申请过美国签证 被拒签了 以前申请过赴美生子城 是签被拒签了 或者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不利的记录 能被美国CBP查到 那在系统里他能看到的话呢 他有可能是不让你入境塞班导的 也有可能给你更短的停留期限 就像我们以前就知道的一样 应该是在2018年底的时候 就开始了 就是如果觉得你有到塞班导 生子的可能性或者异象的话呢 CBP就会给你一个比较短的停留期 比如说三到七天或者三到十天 很大概率呢 是不会给你给满45天的 那大多数孕妇 如果真的想去塞班生子的话 入境以后 常规使用的策略呢 就是逾期停留 也是能够在塞班顺利的生下孩子的 那你顶多就留下一个逾期停留的记录 那这个记录呢可以说是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那对于你将来如果申请美国签证 想要去美国本土或者美国其他的地方去旅行的话 那这个逾期记录确实对你来说 是有一定的不利的影响的 这也是确实的 但是呢它并不意味着你有塞班的逾期记录 你的美签就一定被举签 这个并不是一对一对应的 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 这里呢我就觉得 如果你确实有赴塞班生子的一个意愿 如果是纠结在塞班逾期 塞班逾期停留的话 会影响你将来的美签申请 那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衡量 就衡量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孩子是否能够有美国国籍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将来是否在短期内能够去美国 这两个你可以把它放在心中的天平上 衡量一下哪个重哪个轻 孰重孰轻 那如果你觉得孩子的美国国籍更重要的话呢 那你就果断的前往塞班 那如果觉得你对于近期能否去美国的话更重要的话 你比较珍惜羽毛 那还是老老实实的申请美国签证 申请城市签 前往美国本土或者关岛或者其他的地方去赴美生子 会比较稳妥一点 这个是罗宾大叔的一点个人的建议啊 那主要是针对赴塞班生子的 那塞班生子的这个政策变动呢 也是子虚乌有 也是一个谣言 那前两点呢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的比较清楚了 罗宾大叔就重复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赴美生子关门是谣言 第二个呢赛班免迁入境政策更改呢也是谣言 第三点是更为重要的 就是关于我们在赴美生子以后啊 在国内给美宝换护照是否会遭到刁难 大家一直有这样的传说啊 就是赴美生子归来以后 那等到满了五年要给美宝换护照了 那最好呢能够去美国本土 或者去美国海外的这些领馆去给美宝换护照 不能在国内的美领馆去给他换护照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国内给他换护照呢 就会收到一个什么人口署给你调党 然后万一你要是旅游签入境美国生子的话呢 这个人口署就会回来 然后通知领馆 让你这边没法续签你的美签 或者说吊销你已有的美签 就blah blah blah这种陈词滥调 罗宾大叔听过无数次了 这个呢听上去像言之早早 但是呢实际一想 确实经不起什么推敲的 为什么啊 因为美国的这个大数据联网也是很厉害的 美国各种信息交换也是很透彻的 相信不会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差 那为什么你觉得你在美国本土给孩子换护照 或者在其他国家的美领馆给他换护照 和在中国的美领馆给他换护照 他的信息交换就会不一样呢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有一点逻辑讲不通 或者不符合常理呢 那既然你在哪个领馆换护照 他的信息交换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你就觉得在国内换护照 会导致这些负面的结果 而在海外换护照不会带来这些负面的结果呢 我的理解就是啊 就是你无论在哪里换护照 你如果真的做了坏事 你真的是旅游签旅游入境 那你该被审查就会被审查 该被取消签证就会被取消监证 和你在国内还是国外给美保换护照 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然后事实上呢 给美保换护照啊 我们也有很多小伙伴 包括罗明大叔本人 给孩子也都换过护照了 其实也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刁难 包括在换护照的流程当中 整个流程当中 可以说是非常顺利 工作人员只是审核 你的提交的资料 是不是符合他们的要求 是不是真实 然后你只要举手宣示 父母举手宣示 我提交的资料和我说的内容 和我提交的这些表格的内容 都是真实的 他就给你换了 然后呢 隔大概三到四周 就可以收到美保的护照了 那当中是没有受到任何刁难的 后面再申请续签 再去美国入境 也同样没有受到任何刁难 我本人没有受到任何刁难 我也没有听说过任何的 在国内给美保换护照的 赴美生子家庭 受到过任何刁难 包括续签美签也好 包括入境美国也好 都没有受到刁难 那为什么这种说法 还如此的深入人心啊 还有无数的小伙伴会在群里面问 或者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上问呢 可能还是内心的一些恐惧吧 因为城市签入境美国 或者说美保满五岁 当时城市签 城市入境美国的人数 确实没有那么多 大多数呢 大家都还是旅游签 城市入境 或者旅游签 旅游入境美国的 当中确实有一些心理上的负担 或者一些心虚的感觉 那觉得我是不是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来规避将来的一些风险 有这样的传言呢 大多数人也都是抱着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 这么一种态度去做了 而不去思考一下 当中是否逻辑通顺 当中是否符合常理啊 我觉得是这样一种心态 只有少部分人会像罗宾大叔这样 想经过了一些客观的思考 或者这个逻辑分析 觉得这种说法其实并靠不住 那我也去亲身实践了 我觉得我能够承受 万一我自己判断失误 导致的这个负面结果的不良后果 我能够承受 那我就去这样做了 那可能大多数的小伙伴觉得 一样都去换了嘛 都出去一趟 去美国一趟去换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 罗宾大叔还是要这里 在这里郑重的给大家辟谣一下 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 无论你在国内给美宝换护照 还是在国外给美宝换护照 还是在美国本土给美宝换护照 都不会有任何负面的结果 如果有的话 也不是因为你选择 在哪里换护照 这个原因导致的 好了那今天就放出 这三个辟谣啊 三个辟谣贴的内容 也是第二弹的罗宾大叔 闲看富美生子的PLT 希望对于各位 已经富美生子归来 想要富美生子的家庭 有所启示 有所帮助 好了那今天的这一期 闲看富美生子呢 我们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 接下来是罗宾大叔的广告时间 罗宾大叔可以提供 如下的收费服务 包括富美生子 富家生子咨询服务 富美生子 城市签代办服务 以及美国加拿大 十年旅游签证代办服务 还有瓦努阿图绿卡捐赠项目 瓦努阿图入籍捐赠项目 是全世界最经济 最快 最省心 最没有移民间的移民项目 另外还有土耳其购房移民 希腊购房移民 爱尔兰捐赠移民 以及日本投资购房咨询的服务 可供选择 以上所有的服务和罗宾大叔 特别独家干货 都可以在罗宾大叔的个人官网 3w.罗宾大叔的全评.com上看到 您也可以添加微信 82747970 82747970 向罗宾大叔本尊咨询服务详情 添加时请注明 获知微信号的渠道 和咨询的内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